看这条题目,题目考察的是置换选择排序 置换选择排序是一种用来生成外排序初始归并段的排序算法 它跟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些排序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在考研选择题中,这个并不是考察的重点 关于它的具体操作步骤一般也不会涉及 主要是考察置换选择排序的定义 和相关的延伸概念 当然这里我们还是为了把这条题做好 还是要看一下置换选择排序的具体执行情况 这里现在是一个有十个元素的数组 我们现在要利用置换选择排序来把它生成一个外排序的初始归并段 假设缓冲区的大小也就是规模是4 同时在缓冲区中能存放四个元素 因为有十个元素 我们要把这十个元素都输出成为初始归并段的话 需要十步操作 首先第一步操作 把前四个元素放入到缓冲区中 我们规定每一步要输出缓冲区中最小的那个元素 所以第一步最小的显然是1 就把1标成红色并且输出 那第二步 1输出了补进来一个11 补进来11发现3是最小的 所以把3标红输出 第三步 仍然要补进来一个新的是0 这里把0放进来之后 我们发现0是小于前面输出的1和3的 因为在这个同一个初始归并段中 我们输出的元素是要按照从小到大 这里因为是我们从小开始输出的 所以要求它应该是从小到大的 所以0既然比前两个都要小了 那就先把它存住 先不输出 因此在缓冲区中 我们把它标上下发现 表示它要在下一个归并段再输出 在我们这里整理的第一个归并段里面 先不出现0 那现在在21 23 11三个元素中 发现11是最小的 所以把11输出 同样四五步操作跟前面的类似 一直到第六步 第六步这里把19放进来 发现19比刚才输出的这个21要小 所以19跟刚才这个0也是一样 标上下发现 表示在下一个归并段要输出的 那第六 第六轮输出 我们要输出这个23 因为23和41相比 23是更小的 截止到第七轮结束 我们就生成了一个完整的 第一个初始归并段 而剩下了三个标有下滑线的 分别是07和19 后面这个这些都是19 07和19 这三个是在第二个初始归并段里面要输出的 所以这样就把这个数组中整个的十个元素输出成两个初始归并段 所以下面这个红字也是这条题 这条题的A选项 它说 置换选择排序是用于生成外排序 初始归并段的一种算法 这个是正确的 它就是置换选择排序的定义 或者说是主要 主要作用 那所以其实这条题就选择A选项 而B选项说 它是能够将一个资换文件排序成有序文件的有效外排序算法 这个是错误的 置换选择排序跟我们通常说的那些排序并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生成有序文件的外排序算法 所以B选项错误 C选项 说它生成的初始归并段的长度是内存工作区的两倍 那这个题里面 我们生成两个初始归并段 一个是7 一个是3 长度 显然不是缓冲区4的两倍 所以C选项也是错误的 而D选项说它是对这些操作的并行处理 这个显然也错误 因此这条题最终就选择A选项 那好 这条题讲解结束